在糖尿病的饮食当中 其实中医跟西医的很多理解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这样的一套饮食方式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是要给你们的血液提供正常的营养物质 大家都觉得我的血液有什么营养物质吗 我来问你们一个事情 刚才我们看了一个视频 你连你的杯子里边的这些微塑料 都能够进入你的血液 你们就想一个事情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血液反应机制有多快 我今天上午呢 故意给你们做了一个实验 我只吃了两块面包 我没有吃任何的蔬菜 没有吃蛋白质 没有吃蛋白粉 你们来看看我的血糖情况 我的血糖一直是很好的 这个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是吧 但是今天5月23号8点半 我只吃了两块面包 而且是我自己做的面包 我的血糖也能够到多少呢 9.3 我只吃了两个面包 我的血糖也能到9.3 那么 我到了公司之后 刚才是8点20 现在呢是刚才我又9点多 又测了一次 血糖到了7.1 在回落 其实我想通过这件事情呢 我知道我这样吃血糖一定会高 但是呢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实验 就是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食物我们嘴里边吃的东西 它对你的血液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快的 我们会发现一个人在酒驾的时候 是以什么为标准呢 抽血 你的血液当中含多少酒精 你的血液当中含多少酒精 我们只要是出去抽 马上就能够知道 还有很多吸毒的人 我们怎么去查他吸毒 验血 还有什么呢 验毛发 大家都见过吧 那么这个事情其实就告诉我们一点 你的所有的生活习惯 你所有的饮食 喝的酒也好 喝的茶也好 喝的咖啡也好 吃的饭也好 都将通过 迎通过你的血液送往全身 你送的是好东西 你的身体得到了营养 你送的是不好的东西 你的身体也会有记忆 甚至不要说我们的内在的脏气 连我们的毛发里边都可以检验出来 你自己用过什么样的东西 大家通过这个事情 是不是就更容易理解了人体的一个生长机制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你先关于谈药病的时候 我们曾经跟很多人讲过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们给大家讲过这样的一个例子 什么样的例子呢 就是我们两个杯子 一个杯子一杯水 一个杯子里边半杯水 同样你有一勺糖 同样我只给你一块方糖 一个500毫升的水 一个250毫升的水 各放一块方糖 哪一个水会更甜 一个500毫升的 一个250毫升的 你们可以不加思索的告诉我 250毫升的水是更甜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一个500毫升的水 一个250毫升的水 哪一个更甜 一定是250毫升的 所以你们就会发现 血糖的高与不高 不完全是绝对性 你的糖的含量一样 但是为什么 一个变得更高 一个变得还要正常一些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真正的治疗一个疾病的原则 我们说很多糖尿病患者 为什么到最后会出现 营养不良的情况 就是因为你只知道 极限的控糖 而不知道让自己的血液的 营养结构变得更丰满 你如果说你的血液当中 我刚才说的是 250毫升的水 还有500毫升的水 那么如果说同样的糖 我另外的250毫升里边 有着其他的营养物质在里边 那么你的血液的糖含量 就不这么高 这就是我今天早上的血糖 我为什么要这样去测 给你们的一个提示 同样是两块面包 我如果吃了蛋白粉 我如果配了蔬菜 就是我的正常饮食 你们会发现 我每一餐的里边 都会严格执行着 这样的一个膳食营养指南 我只要是里边有蛋白质 我只要是里边有蔬菜 我还是这两块面包 我的血糖上不来 大家能理解了吧 大家能理解了不 我如果早上同样是这两块面包 但是我什么都不吃 我什么都不给我的血液里边提供 我什么都不给我的肠道里面提供 我只给他两块面包 我的血糖就上去了 我明天还是这个面包 同等量 我可以再给你们做一个实验 你们可以平脑的想象 能够知道吗 我只要是有蔬菜 我只要是有蛋白质粉 我只要是有这种其他的食物在 它的上升的速度就没这么快 因为你的血液当中同时在有着别的营养物质进来 这就是我用自己的身体来不断不断的给你们做了很多提示 我们为什么很多人在关注糖尿病 我给大家的反应是你不一定是糖尿病 你看我今天的血糖 是不是认为血糖很高 但是我明天的血糖 你看这个里边刚好有我前几天的 你看 这是我一顿的同样是这个面包 这是我一顿的正常的餐饮之后 你们看我的餐后血糖才多少 才六点几 你们发现没有 这是我中餐在公司吃的饭 这就是我十二点半左右 我们下课是十二点吗 我大概在十二点多能够吃饭 也就是说这是我两点钟测的血糖 在给你们上课之前测的血糖 也就是一个多小时 不到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但是也只有六点九 大家能理解了吧 所以说你真正的血糖出现了高 我们很多人都说 我怎么会有糖尿病 我怎么会有血糖高 我怎么会有胰岛素抵抗 不是这个问题 是你的血液当中只有糖 而不是说你的血液当中 是一个综合营养物质 我们所给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饮食的第一原则是什么呢 为什么让你们避免吃外卖 避免吃化学合成的调料 能理解我说的话了吗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东西 到了你的体内 它的反应机制和这些微塑料 基本上是一致的 它到了哪里 你的身体都会攻击它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炎症反应的出现 而为什么又不让你们吃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就是因为碳水化合物 它自己在体内 在我们的肠道里边 我们的身体对它的利用效率太高 你如果说是纯粹的碳水化合物进来 会迅速进入到我们的肠道 进入到肠道之后 它会产生瞬间性的高血糖 瞬间性的高血糖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身体当中 我们大概只需要四到五克的糖 那么多的这点糖 它就要变成脂肪存起来 所以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尤其是中国人的早餐 你们的早餐 大多数属于纯碳早餐 一个包子 一碗粥 一根油条 一个饼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大家在早餐当中 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 要用这两种的组合 就是一定要养成习惯 因为它是一个 让所有的碳水降素的蛋白质 你们这么可以去理解 我们在里边故意添加了立体素 也就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呢 让我们的碳水的消化吸收拉长 同样是两个面包 我们要让它变成四个小时 进入血液 那么你的血糖就不会像我今天 我故意不吃 我就要做个样子给你们看看 就不会让它标出来 这么样的一个糕点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还有什么是可以的呢 就是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强调的 绿色蔬菜 你如果在蔬菜和碳水的 这样的一个结合物当中 先吃蔬菜后吃碳水 同样你的碳水被蔬菜分解的 消化时间更长 那么它对于血糖的飙升速度 就会产生影响 血糖不断的 像我偶尔出现过一次糕点 问题不大 不会影响我的身体 但是你的血糖 如果说持续性的 长期性的出现了糕点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胰岛素抵抗 胰岛素抵抗一旦出现 你的所有的脏腑细胞 胰岛素是什么呢 是我们开门的钥匙 以前你的身体里边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打开一个细胞的门 就需要一个胰岛素 但是当你的身体 出现了大量的胰岛素之后 你的所有细胞 在慢慢慢慢的 适应高胰岛素环境 那么就会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要两三把钥匙去打开一个细胞 在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糖尿病 就是你的胰岛功能 就拼命的压榨压榨压榨 那么你的胰岛功能产生了坏死 胰岛的功能萎缩 衰退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糖尿病 就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一定要治疗近视眼 我们要抓住什么呢 我们要抓住的是假性近视这个阶段 大家能这样能 这个能理解吧 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在我们长时间用眼的时候 会让大家拿出一个这种 让我们的按摩的方式 让我们的眼部肌肉能够放松一下 这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的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你的眼部的肌肉得到放松 那么这种放松的目的是 保持你眼部的结状肌的一个弹性 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近视要分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 假性近视是眼部肌肉的疲劳 而真性近视是什么呢 眼球开始变形 那么什么叫做假性糖尿病 就是你的血糖也会高 这就像我的眼睛会有点近视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 但是呢 你的血糖的有一种高 是因为你的食物刺激效应所带来的 这个叫做假性糖尿病 和假性近视是一个道理 但是呢 你如果不去管它 你不去让你的眼部放松 你不去刺激肋液分泌 你不让你的肌肉能够放松下来 眼球一旦变形了 这种属于脏气的损伤 不可修复 你的胰岛 为啥说早期糖尿病都是可以治好的 都是可以痊愈的 就是因为你的胰脏功能没坏死 你只是肌肉老损带来的近视眼 没问题 能够止 但是眼球变形了 我们只能让它不要再变形 你一旦是什么呢 你的胰岛 它的功能开始慢慢慢慢的分泌的多了 你已经出现了一些胰岛 这个糖尿病的症状 比如说大肚子了 比如说一些其他方面的症状 但是呢 你还不去注意 你还不管它 一旦出现了胰脏功能的坏死 你就只能打胰岛素 所以我们要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 去理解身体的一个因素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 纯净生活给大家确立的 并不是一个防病的理念 我们所确立的是一个 让所有身体当中的慢性炎症 得到恢复的一个理念 当慢性炎症得到了恢复 你的身体不用担心所有的疾病问题 因为你们要知道 我们所谓的内在性的疾病 都会首先表现成炎症 炎症的前提 就是要抓住几个细节 首先第一 恢复肠漏 肠漏是所有疾病的基础 因为我们不要把这些不良的物质 进入血液 当然首先第一个 纯净饮食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不要摄入这种不良食物 尽量的不要去触碰 这样的话 避免给我们的肠道造成影响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刚才